沙特这么有钱,为什么没有国家敢去侵略? 是因为东风导弹吗? 在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 任凭中东风浪气,沙特稳坐钓鱼台 靠的就是手里的东风导弹 1987年沙特亲王苏尔坦亲自带队来到中国 提出想要购买我国的武器 时任沙特国王法赫德,一眼就相中了东风三 直接让我国代表报价 原本我国代表打算以一千万人民币卖给沙特 但又怕报价太高,吓走沙特 只好伸出一根手指 没想到苏尔坦亲王直接脱口而出 一亿美元一枚,我们买了 当时我国专家听完后非常震惊 心想,一亿美元这么贵,沙特确定要买吗? 看到我国代表犹豫后,沙特慌了 心想,一亿美元是不是给的太低了 中国不想卖 当得到同意的答案后 中沙代表立马签订合同 都生怕对方反悔 就这样,沙特用35亿美元的价格 将35枚东风三导弹收入囊中 东风三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代中程地形战略导弹 能携带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 射程高达2800公里 可以覆盖整个中东 在当时那个年代 绝对是一款威慑力十足的护国戾气 但沙特并没有把购买东风的消息外传 而是下令严格保密 直到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伊拉克大军逼近沙特东部领土时 沙特才将这批东风三两下 看得伊拉克不敢轻举妄动 让沙特顺利度过危机 自此沙特对我国的东风 情有独钟 沙特对我国的东风导弹 有多痴迷 沙特的电视台 曾为东风四十一导弹 做过一期长篇报道 节目中以动画的形式 还原了东风四十一 在中国阅兵式上亮相的场景 还特意将东风四十一的发射场景 放在了沙漠 看得沙特林中热血飞腾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东风导弹对沙特意味着什么 1981年以色列的战机 从沙特领空飞过 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气得沙特之跺脚 立刻向以色列提出抗议 可以色列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直接无视沙特 但当时的沙特没有武器 根本打不过以色列 只能忍着 1984年 伊朗因沙特案中帮萨达姆卖石油 一怒之下 击毁了沙特好几艘火船 还扬言要摧毁沙特的石油设备 看着以色列 伊朗等中东小国 都能骑在自己头上耀武扬威 沙特国王法赫德意识到 沙特的军事力量太薄弱 急需一款武器来震慑中东 于是沙特就派遣使团来到中国 提出要购买我国的东风3 一买就是35枚 自此任凭中东风浪起 沙特稳坐钓鱼台 2007年 沙特又从我国购买了东风21导弹 2019年10月1日 东风41导弹 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 首次亮相 就被沙特盯上 在沙特眼中 东风41弹道导弹 采用了三级固体燃料火箭作为动力 最大射程可达约11000千米 是蓝星科技最强的陆基洲际导弹 并多次提出想要购买的意愿 表示只要中国同意 价钱随便开 但这都是沙特的一厢情愿而已 东风41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 是不会轻易向外出售的 沙特这么有钱 为什么没有国家敢侵略 因为沙特背后站着两大靠山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 这是沙特老国王迎接普京的场景 百米红毯 十二门礼炮 专车接送 战马开道 还在王宫里 设置了超豪华的借贷晚宴 其实早在2017年 沙特国王访问俄罗斯时 就与普京达成了军火合作 足以看出沙特和俄罗斯的关系 非同一般 作为继承苏联80%遗产的低长子 俄罗斯不仅有90万现役军人 200万余卑役 还有几千维核弹头 是全球最大的雍和国 这样强大的实力 谁看了都得忌惮三分 第二个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沙特重要的军事盟友 两国之间早已签署了军事援助和合作协议 虽然巴基斯坦经济落后 却是全球八大雍和国之一 这一点足以让他国不敢轻举妄动 但最主要的还是沙特有钱 懂得四处交保护费 今天买鹰匠1000亿的军火 明天买兔子680亿的武器 后天再买大毛几百亿的装备 完全做到了各国坚固 从军舰导弹轰炸机 到坦克火炮防空系统 沙特应有即有 这些武器也让沙特有了自保的能力 不得不说 尊严指在剑锋之上 真理指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 强大的国防力量 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气